好,那所以這邊 就是這個Talk 就是Introduction to Enzyme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 算是LVN的Plugin 然後可以在LVNIR上面做 就是automatic differentiation 這樣子 那所以 那我們就 這 就很 很 隨意的問 這樣子 所以那 這Talk大概會分成兩個部分 那 好,OK 所以這兩個部分就是 一個是Enzyme本身 那這是非Julia的部分 然後一個是我們的 這個Enzyme.0 就是我們的Julia套件 好,那所以我們就 從就是非Enzyme的部分開始 那我們會講一下就是 它的背景跟為什麼要有這樣子的東西 好,那首先大家 會比較想知道的是說 那為什麼這種東西叫做Enzyme 對,然後那原因是因為 我們之前有另外一個AD的套件 叫做Zyger 然後它的 對,那它的 整個設計的概念算是從Zyger那邊 就是在往下發展出來的 所以它就是取了一個類似的 名稱叫做Enzyme 這樣 好,那 所以如果再講到就是 Automation Diffension 就是這種自動微分AD的話 那它大致上有 那就是分成兩種 這樣子,一種是 屬於這種DS 或是Overloading的方式 那這種是比較常見的 看到這種TensorFlow 、Pytorch 它們都是屬於這樣 用這種做法 就你會需要有一個 可能是語言的Subset 那或是一些就是 資源微分的Function 然後讓你可以 就你透過用它們這些Function 或是它的語言的Subset 然後你可以去算出 你的程式的微分 那另外一種就是 這種叫做 Source to Source的Transformation 那就是 之前我們的這個 Zyger它就是採用這種做法 那 這個 所以Source to Source的Transformation 這個選擇是像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 你有一個 假設我們定了一個 一個Function 叫relu3 就是基本上就是 做 X的三次方 然後再去relu 這樣子 那Source to Source的Transformation 就是會把它轉成 向右邊的程式 就是這個 Grade的底線relu3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這種 Source to Source的 AD的做法 那就是說 就是 不管是剛剛提過這兩種方式 你在做這種 自動微分的時候 你的整個Pypan其實就是 你會有一個就是語言 然後你透過AD 總換成就是 能夠計算 這個 微分的程式碼出來 然後結果你進 就是 你的Compiler 所以你就要從 右邊這一段就是 Compiler 然後不一定是LVM 但是 我們今天主要舉的是 LVM的狀況 那就是說它 Load到LVM 然後做些optimization 然後再去做cogen 然後再去做cogen 對 然後 那 那 什麼是enzyne呢 那enzyne的實際上是 那個 不好意思 答斷一下 因為我剛剛 剛剛miss 你前面講說 overloading的方式 對不對 對 所以overloading的話 它的優缺點在哪裡 就是 比起Source to Source的方式 比起Source to Source的方式 優缺點的話 那 優點的話 當然是它東西 比較單純嘛 因為你能夠用的 就是那固定 的 那幾個 那你只要能夠透過那幾個 東西做出來 它的 就是規定 基本上會是 算是有 有足夠的效能 然後 也算 嗯 就比較不會出什麼問題這樣子 對 那只是說 但是如果你是 Source to Source的話 你能夠支援的 就是 AD的語言會比較多 會更複雜 因為你不會像 求職單位 就是受限在 你必須是 有定好的那個 語言的subset 所以 意思算是說 overloading的話 就是你有寫哪些 那些functions 那些functions 讓它做 overloading 所以就只有那些 functions 是available的 對 所以Source to Source 是對整個 語言去 去處理的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說 像你在寫 PyTorch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東西 是 就是不能算尾分的 所以你會 Torch有什麼 就是 Drop Gradient 然後你需要 Attach Gradient 然後你需要去 就是 是時候的去 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有規定 要怎麼接 這樣子 這個是 overloading 他們的 會需要處理的問題 OK Thank you 好 所以那 剛才講 就是PyPlan 所以那 Enzyme這邊的話 就是 就是 NIT他們的project 這樣子 你可以 就是這個 你可以記得 Enzyme.nit.edu 就是有他們整個 專案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 這個project本身 它也是採用這種 Source to Source Transformation的AD 但是它是 直接運作在 就是LVNIR上面 對 所以像 我們前面這邊說到的 這個 再一個是 JULA這邊 它也是Source to Source 但是它是把 JULA的語言 然後轉換成 就是 也是 JULA的程式 但是它是算AD的部分 對 那是樣多還是在JULA這邊 然後後面才會進 就是Compiler的 這一段 對 那 所以 Enzyme的話它不一樣就是說 就是 我實際上是有 語言的部分 然後 你做寫完的運算之後 那你會先進 Compiler Compile Compile成LVNIR 那 Compile成LVNIR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有一些 就是 Altimization 可以先做 然後你做完之後 就是 你再給這個 Enzyme 來做AD 那你做完AD之後 你就會產生出 就是 有AD的這個LVNIR 那你就可以在 後面可以再做第二次的 Altimization 是針對 AD本身的計算來做的 那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就是 那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 它算是Language Organization 因為你知道 就是Frontin是 支援LVN的 的這種 比如說你的 自己的話 你是用CLAM 然後 JULA也是有 LVNIR 然後還有後面的RUS 跟SWIFT 也是有 給KamazonLVNIR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 這個Enzyme去做AD 對 那 再來是 你有 因為是LVNIR的話 那你實際上 就是可以支援不同的 Backend 那 現在他們現在這個 有做到就是 它可以針對 就是GPU kernel產生的 這個 這個IR 然後去做 微分這樣子 那好像 按照他說法 他們也是 目前唯一的 可以對GPU kernel去做 自動微分的 的框架這樣子 確定一下 所謂 對GPU kernel 所以 那個GPU kernel的 code 是JULA 還是其他語言之類的 或是 有 你可以用那個CudaC++ 然後下去寫 然後你一樣是可以為給 就是Enzyme OK OK 反正招式 比如說你有 LVN不是有 PTX嗎 對 那邊弄出是 GPU相關的 就是LVNIR 然後你就是一樣是可以給Enzyme Enzyme一樣是可以對它去做 就產生對應的 就是 AD的IR 這樣子 OK OK Thank you 那 那因為它是就是 就是 運作在就是IR這個LVN 那所以它其實是有 就是它基本上 整個設計是 是對 Pointer 這些相關 是有做處理的 那所以它可以去支援 就是Mutation相關的東西 那它同時它裡面有 有做這個叫做 Activity Analysis 所以它可以去算說 就是 你有些運算對算鬼點 其實上是不需要的 那你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告訴它說 好那我這個計算是 算這個鬼點不必要 然後可以直接把它 就整個 整個部分就是 移掉 有點像是 你去做那個 Decor Invenation 那種感覺這樣子 好 對 然後因為它可以做 兩次打情感之間 它其實它的 就是可以 會有比較好的Performance 所以那 那這邊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如果 假設你今天要算 就是 一個 向量的 應該算什麼 就是你要把它做 Normalize這樣子 你把它處理它的長度 對 那所以 所以你會有一個 這MAG是算 算向量長度嘛 然後你會有一個 就是None的Function 就是對每個值 都去處理它的長度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像 像左邊這樣子的話 就是 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寫法嘛 你看看到說 你把MAG放在那個loop裡面 對那你就變成說 那Function實際上 會 就是每次都會被 會被呼叫一次 所以你這樣 整個計算會是這個 N平方 那有些Compiler這邊 是可以幫你去做 就是Ottimization 就是有個叫做 LoopingVirium CodeMotion 那它可以把 就是這種 實際上 因為你知道說這個 Input是不會 就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整張Code 移到外面 Loop外面去 對那所以這樣子 就 所以這邊的Computation 就是只有On嘛 對那 可是這樣子對AD 來講說 就是 如果你看像上面的話 是說 如果我們先走了 Ottimization 我們先把它移出去 然後再算AD 那我們的確 這樣子很好的 就是說 那我們的AD的這部分 其實也是 就是Complexity 也是只有On而已 可是如果我們是 就是原本這種ADTour 我們是先做完AD 那它已經那個那個 算長度的方學已經在裡面 已經被在裡面 已經被展開了 那你這時候在做 Ottimization的時候 那其實他沒有 沒有辦法再把這東西移出去 對 所以這樣的情況 就照著說就是 你如果是先做AD 再做Ottimization 那你的東西一樣 如果你的Code沒有寫好 那你的複雜度就是 也還是O2 那有些 就是能做Ottimization 會被 會被AD給干擾到 這樣子 對 所以他透過就是 他們選擇的方式是說 我透過就是 先做Ottimization 然後 產出來IR 然後我就是 這時候再才去做AD 那這時候我做出來的AD之後 就可以再去做 就是 第二次Ottimization 然後也避免就是 前下Ottimization 被AD影響到 對 那所以 那所以 這邊就是 因為 Enzyme的Code部分 他是LVM的Plugging 那所以這整個東西 他們是 就是不是在Julia這邊的 那所以我這邊沒有 沒有打算就是 講太多東西 那所以那邊有 他有一些資源就是說 像 可以給大家看的是 就是 他有 他這邊有 有兩篇paper這樣子 有一篇是就是關於 Enzyme本身的設計 然後另外一篇是 就是 這一篇是 把 把 Enzyme applied在 GPU的 的 的 上面值的 那他就是 這篇文章就有提到比較多 關於就是 你要對GPU kernel去做 因為他是 就是這種 這種平行的IR嘛 那所以你需要去做些事情 來確保他的 就是正確性 那有些是 就是關於GPU的 就是Hirarchy 才能就是 才能做到 Altimization這樣子 然後他也有 他也有設計另一些是屬於 就是 我們產出了 AD的IR code之後 有些是屬於 AD specific的 這個Altimization 他也就是有 在裡面有列出來這樣 然後 現在就是他的一些talk 對 那這這每個其實都找到影片了 你只要把這個 這個title下去 Google應該就會有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 這個就是 就是有個東西叫做 Compile Explorer 那 就是 Altimization他沒有把這東西 就是接上去 那所以你可以在 就是 就是這網頁上去試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說 這邊有 還有Ccode 然後有C++ 然後有Cuda C++這樣子 然後 他這個 我印象中好像要跑 跑一陣子 因為他就是 欸 有 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實 code還蠻長的 所以 就是我沒有幫大家看 看這個 就是GPU的 GPU code 所以就把它跳過去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 LVNIR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左邊是 就是 用LVNIR去寫了一個 一個square的function 然後去 去呼叫他的這個 enzyme 或說diff的東西 然後可以說他們有 有對應產出來的 的IR code 那 你這邊有想看一下 他的那個 就是大概會長什麼樣子嗎 就是 所以 所以像這邊的話 就是 呃 前面這段是 是那個嘛 就是square的這個 喔 不過這次我被我改寫過 所以他東西長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這邊 是把剛剛的那個 範例的那個 就是review3的例子 寫出來 就是 你去 x的三次方 然後再就是 就是 goareview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大概有幾個 就是 呃 你把 xn1是你的 input進來嘛 x然後 你把它去 就是乘上 乘到xn3 然後再乘上 就是 這樣上去 所以你到時候就是 xn3裡面就會有 就是x的三次方 對 然後 大概現在下面的 就是除以略六部分 然後 它對應的 就是 我看看 怎麼這樣 就是 這邊這方的叫d-square 你看他d-square 實際上就是 是jump到這個diff-square 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 inzen-autodiff 產生出來的 產生出來的 code就會是底下這一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就是 一樣是 xn1是我們的 input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把它移到XNN3,然後就是乘上自己,然後就是乘到XNN3,所以XNN3有平方 然後我們最後就是這邊有個XNN0,它裡面拿到的是這個DNLCPIE3底線0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實際上是,這邊是Double的3 對,然後我們就是一樣是在把它乘上到這個 所以你就看到說這邊XNN3算出來的數字就是那個3乘以X的平方這樣子 對,那實際上就是,它這邊就把這東西實際上去做AD出來 對,那大概就是N3本身這樣子,那其他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就是如果你想去從CDC++去玩這東西的話,它這邊有相關整個要怎麼做 那它好像文藥中它也有對,就是它有做了一個是Touch跟TensorFlow的套件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就是寫一個就是C的function,然後就是透過那個方法去load 那你一段code,然後就是wake,拿去當做TensorFlow或者是Touch的那個operation這樣子 好,所以那就... 就是insight本身大概到這邊,對,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介紹就是那... 那...目前這東西它就...大戰其實還是...就是...在開發中,所以它其實有不少的限制 然後因為它是運作在就是這種Statically Unhexable的LVN IR 但是Julia本身能夠產生的...就是Julia本身是比較...比較Dynamic的 那它產生IAR就是有許多的是會跳到Julia自己的code上面去 那...所以我們這邊其實... 我們目前會比較專注在就是說去...對Kernel Function去做... 做處理這樣子 然後它目前還沒有... 沒有Rule Assistant的API,然後也沒辦法... 也不支援Chain Rules 那所以這邊的話就變成是... 嗯...如果你有想要支援什麼東西 基本上要去發P,去改它的code 然後... 其他的話那你就是... 看能不能把它做成Low Level的... Julia的Kernel Function 然後你只要去... 去Apply這個...它的AutoDiff上去 你都沒有Rule Assistant Hello,OK 你說沒有Rule Assistant的API是指說它沒辦法像Chain Rules 不是.jl一樣去說我現在自己寫一個Function 然後我希望... 要Generate這個的ADcode的時候 它的Rule...它的那個... Adjoin是長什麼樣子之類的 對...就是因為它目前的話就是... 它有...但有些...有些Primitive Function 它是裡面已經有定好了嘛 對...那所以現在就變成說就是... 假設你知道有個Function它有一個... 就是比較...它有些什麼特性 然後所以它在算Grading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快的Path可以算 但這部分你沒辦法靠... 就目前NZine.jl的部分 沒有這樣的API 讓你去把這個... 就是Adjoin也就是...指定出來 你就只能去直接去開大Source Code 這樣子 就這樣子 是這個意思嗎? 對,目前 官方的人講的是說 他們希望今年可以把... Julia這邊的... 這個Rule Assistant 告號啦 今年這樣子 對...那它講法是說就是... 它的Rule Assistant 在C++那邊是有的 但Julia這邊沒有 就是認識兩個API的設計這樣子 對... 那我可以問就是譬如說... 如果是這樣 因為像... 像... Zygo它目前是Source-to-Source的... 對... 然後它現在已經可以Apply在... 就是... 整個Julia的Language上面 對... 那有沒有可能... 讓... Enzyme去接... Zygo 可以 把... 把... 把Enzyme當成是... 就是它去Serve 只有處理Kernel的... 可以 所以實際上... 呃... 他們自己的Paper其實就有... 就有做那個... 一個範例就是說 你把Enzyme當作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Rule... 來用 所以你就是... 呃... Zygo那邊... 接到ChinRule那邊去 然後ChinRule裡面有叫R... Rule之後 Rule裡面是去扣Enzyme去... 去算那個... AutoDiff 然後算出來Gradient 然後再來就是給出來 因為目前如果是... 就是... Enzyme的狀況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 就是當成... 就... 就... 就讓它處理Kernel的話 會比較好... 去Handle這件事情 對... 所以它這次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說... 他們其實有提到說 像像是... Zygo本身的設計並不適合支援 就是比較... 就是... Scalar的Code這樣子 那... 它Proformance比較差 然後你可以透過就是... 把它的... AD轉交給Enzyme去來算 然後來拿到... 就是... Performance的提升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 第一篇Paper裡面有做的... 範例這樣 OK... 那... 那... 這個方向是... 目前... 大家有在前進的方向嗎? 這個... 我就... 不太確定 因為至少我聽他們講 他們是有... 是有打算在Enzyme裡面 就是... 搞出... Rural System出來 那我不知道他們打算 就是對整個語言有... 得到多高的資源 嗯... 好... 因為如果說他們... 就是在C++上面有Rural System 呃... 哇... 我就... 因為這個差別在於... 就是C++是... 完全是Static的 所以它沒有那些就是... 它處理比較好處理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 就先做 那... 主要這邊碰到的問題是... 你有太多DNCode的東西 那那些東西它... 就是目前還沒有... 沒有太多的... 就是Handler去接 那所以你很容易就碰到... 就是不能碰東西 然後就到... 就是Segmentation 4這樣子 那... 我是說... 我意思是說就是... 就是... 呃... C++那邊有的Rural System Julia這邊用不到啦 用不到 對啊... 所以說就變成說 Julia自己需要一套 自己的Rural System 然後C++那邊就... 就自己一套 對啊... 對... 那所以... 所以... Zygo這邊是可以... 呃... 你是可以把它做更高階的... 就是AD Front End 然後來... 來處理啦 對... 那只是說... 你並不知道... 就是... 你要... 就是說... 有些東西它可能是... AD它可以切得更... 更細嘛 然後有些更好的... 但你這邊會... 會限制於... 你是在一個的... 就是... 像不然切好... 然後你再對那個... 去做... 去Apply Enzyme這樣子 對... 所以... 會比較把Enzyme當成... 很底層... 很底層... 或者甚至... 只有Kernel的AD這樣子 對... 它其實就是... 他們就是... 目前... 就是... 主要是在當... 就是Kernel Programming用的... OK... 我知道的是... Diffential Equation那邊... 的確有這樣做... Diffential Equation那邊... 當然有很多... 就是... 就是... 蠻Artemis的... 就是... Kernel嘛... 然後... 那邊用了很多黑技術... 蛤? 那邊用了很多黑科技... 對... 那些東西就是... 呃... 在一個沒辦法處理啊... 所以他就是... 就是交給... Enzyme去... 去做那個AD這樣子 嗯... 好... OK... 所以那後面就是... 沒意思... 呃... 反正是... Enzyme一些相關的... 就是... 所以... 你最主要的會用那個... 其實就是... 一個... 然後... 然後... 剩下第一個是... 你相關的是... 剛才前面有提到說... 這種... Activity Analysis相關的... constructor這樣子... 所以有... 我... 我自己覺得應該應該... 比較用的就是... 就是... 就是... concent... 就是剛才有人說... 這東西就是... 不參與... 就是... 就是... ad的... 不會... 不會... 應該說... 它本身不需要算Gradient啦... 所以它就是... 就是... 就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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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plicated是... 這種 mutable... 或者就像... 像... array這種... 那你就是會給它你的... 那個... mute object... 然後你... 你同時需要給它一個... 他們叫做... shadowValue... 那指的是... 呃... 就是你的那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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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 嗯... insight.drill裡頭的... type... 對... OK... 所以就是... 然後... 這個是... duplicate no need... 它就是跟... 一樣... 那只是說... 它是... 多了一個... 性質... 就是它告訴你說... 那我的這個東西... 我現在要算它Gradient... 那它的Forward的數值不需要... 那... 它是讓... 就是希望讓... 那個... 就是... autimization... 可以把它的Forward相關的東西... 可以拔掉... 如果拔得掉的話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 就舉個例子就是說... 那我做了一個... impress the scan function這樣子... 所以... 你可以想說... 就是... scan嘛... 那就是... fxc... 然後我... 做就是... 對... X裡面的每個值... 然後就是... apply這個... f... 跟... c這樣子... 然後... 我把它... 所以... 重新乘到xi... 那時候... 最後算出來... 就是東西... 所以你說... 就說... 我f用加的話... 那東西就其實就是... 那個... accumulate的上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在... 你正來做的話... 你就去看... 像... 底下這個地方... 就是... 不知道這個夠不夠大... 那看到那個字嗎? OK... 所以... 你有個X嘛... 所以我假設它是那個... 就是... 1到10這樣子... 然後... 你會定一個... DX的這個buffer... 然後... 就是... 長度是10... 然後... 我們現在的數字全部是0... 對... 然後... 你這邊就是叫這個... autodif... 然後... 你叫這個... scan function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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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是... 這邊其實用... duplicate... 跟... 或是... duplicate... 你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 你的forwards其實是需要的... 所以你不管用哪一個... 它就是... 其實都會算這樣子... 因為... 加法沒有... 沒有... 就是... 你... 你... 不會有加法本身的... 我知道... 我知道... OK... 所以... 好... 這個... 有點難以... 不知道該怎麼問下去... 沒關係... 先這樣... 你可以想就是說... 因為... Juliia有那個... Maccobal的 object嘛... 所以... Cobal的 object本身是會有... 是... 應該... 應該說... 你可以想像... 一個 function 是有機會會有 gradient 的... 所以... 假設你這邊你放了一個... 比如說你 dance layer 的話... 那你就... 你就要放那個... duplicate... 然後... 你需要一個... 就是... dance裡面的值是... 它對應的... 就是... 都是0的array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 那我們這邊就是... 你就把這個跑完下去之後... 你就會拿到就是... 欸... x就是... 那個... accumulate sum嘛... 那...dx... 因為就是... 就加起來... 所以就是... 全部做1... 那我們這邊是... 直接對它的 return 的那個... c去做... 微分這樣... 所以它就是只有... 就是... 單純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對... 所以... 所以... 都是1... 然後... 呃... 欸... 這什麼東西... 那我這邊是換說... 就是... 那如果你把... 就是... 算換成成法這樣子... 所以他就做... accumulate的成法... 可以看到它就是... 也是... 類似的這樣... 情況... 對... 那... 池的話... 就會是... 累成的那部分... 然後... 就是除掉它自己... 對... 那這個東西在... 就是... 在一個中... 就是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你就會跳這個... 就是... Mutation Array的 Warning... 對啊... 那... 這GPU Kernel的話... 你可以... 就是... 像像這樣子... 就是... 你寫了一個... GPU Kernel... 然後... 這邊是單純就是... 其實是把... X... 應該說這邊是A啦... A做平方... 然後塞回它自己的... 那個... 記憶體的位置這樣子... 然後... 因為是 Kernel嘛... 所以... 底下是 Return Nothing... 那... 他... 一般我們 AD 是要去對... 就是... 你後面會有一個... 就是 Scaler 值嘛... 然後我們... 就是算規定是對那個... 那個 Scaler 值去... 去做一份... 那這種情況... 後面是 Return Nothing嘛... 等一下你是沒有辦法... 那... 他這邊處理方法是... 就是... 你的那個... Duplicate 的那個 Shadow Value... 它說是... DX Buffer嘛... 它可以拿來當作那個... 就是... 傳回來的 Pull Back 的... 那個... 那個數值...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 我們把這個 Decke 一開始... 最 bueno防 代表說我要對這個裡面的值每個都有尾分這樣子 然後 這就是 forward 就單純是 at cuda 這樣子去 launch 這個 kernel 所以這正是 forward 跟 ad 沒有關係 然後 它的規定 kernel 會變像這樣子 你需要去用它 叫 auto-diff 底線 deferred 那這東西跟 auto-diff 的差別就是 它不會真的去 compile 然後先把東西延遲下來 後面可以拿去 GPU 扣下去處理 所以這邊就是 這個 deferred 然後一樣是叫 kernel 然後放 duplicate 然後我們就是 底下一樣是粗食它的 cx 跟 dcx 的 buffer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去 actcuda 去 launch 它 就是 great kernel 這樣子 然後你看它的值就是 dcx 的話 它的確是 我們一到十嘛 因為剛才是對平方 所以就是每一個的 成兩倍 所以 大致上是 它這 API 就大概長這樣子 所以有像 有比較多的話 就是有 你可以看 就是它們有去年跟今年就各有一場 就是 glicon 的 talk 然後它有更多例子 然後它甚至是 我記得2021年那一年 它有一個對是那個 link list 的範例這樣子 所以 summary 的話就是 就是 enzyme 本身它是 source to source 的 AD 對然後它是運作在 LVIR 上的 然後它可以去對 mutation 或者是 GPU kernel code 去做 做微分 然後它可以就是有更好的 performance 這樣子 對 對 對 那我這邊 就是 大概沒問題 就是 talk就到這邊 這樣 OK 感謝 Peter Peter講 但是 剛好 剛好 時間到 OK OK 看有沒有其他人 有什麼問題 要提問的 沒有 沒有的話 那就謝謝Peter 謝謝小 distintos 謝謝 謝謝 Mike